请他进来 过一会儿让孙主任待一下 好的 易先生 这位就是特高科的金城灵子小姐 易先生 我是金城灵子 请多指教 金城大佐 你好 土匪员将军说过 你下午会赶过来 所以在下 在此供应等候 山田军 你先回去吧 我要和易先生再聊聊 好 请坐 易先生 土匪员将军应当已经告诉你 我是来协助你工作的 金城大佐 请用茶 金城大佐 金城大佐太客气了 阁下乃是土匪员将军派来的 在下一切听从阁下的调动 既然易先生是明白人 那我就开门见山了 土匪员将军对易先生在上海的工作 很不满意 所以才派我从东北过来 易先生 你有什么要解释的吗 金城大佐一直在东北工作 没来过上海 不知道上海的副葬 金城大佐 上海滩有各种势力 有贵国的军队 有国民党的军统 有共产党的地下党 有大小黑帮 有外国政势力 只要金城大佐熟悉一下这里的环境 就会知道在下的难处 易先生 无能就是无能 不必推诿吧 如果金城大佐认为在下无能 我可以将这个位置让给你坐 易先生不要生气 我刚到上海 好多工作还要易先生大力支持 我们都是为了天皇的荣誉而战 是的 在下一定全力以赴 配合金城大佐的调动 坐 现在在上海呢 除了军统和地下党让我为难 还有恒惠的人 恒惠的杜老大去了香港 上海就是副会长赵宇复在处理 恒惠的人数有几千人之多 上到政府官员 下到平民百姓 我们虽然抓了很多 也关起来很多 但怎么都抓不完 恒惠比军统的人还难对付 既然恒惠那么嚣张 为什么不直接把少爷夫抓起来 缴了他们的窝点 少爷夫住在公共族街 还有外国人给他撑腰 我们不可以派军队 进去杀了少爷夫 所以只能派小谷杀手进去 通常都是有去无回 成不了气候 不过你放心 我也安排了一些人在恒惠里面 在需要的时候 很快就能杀掉少爷夫 有点麻烦 勿位 搞